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收看《鬼話連篇》 今天兩個人物 就許久未見 我右手邊就是劉蓁 風哥好 金玉姐好 黃大哥好 他是我的前輩 他是前前輩 我是前輩 他是超前輩 谢谢您 前辈是王孟林 各位都是我的后兄 后兄 前辈后兄 大家好 可是王大哥 今天坐在这边是新人 怎么说 最近要出唱片了 好久没有出唱片 八年 不止了 再加二差不多 十年了 最近想不开了 不是想不开 太多的朋友想不开 所以我这种歌声 不出唱片太浪费 也有老板想不开 那刘正没有等这么久 三年 三年 可是也够久了 这是那个包装怎么很环保 对对对我们看到了 用这个纸盒子 对非常贫穷 对啦 而且二位都是创作型的歌手 相当有猜忽 有猜忽 你先看看照片 这不是创作的 这不是哦 这是 这个朋友啊 是在校园里面拍的照片 各位请注意看它后面的影子 其实它后面如果说是一面墙啊 可能可以构成是影子 因为影子跟人一样高 对 可是影子 好像连在它身后的感觉 无从解释 怎么会这样子 我不知 我也不知 专家知吗 不晓得 听听看 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照片呢 人的后面的影子呢 和身高一样高 而且呢 是垂直的影子 一般人的影子是斜的 从这张照片感应不出 零的一种讯号 但是呢 从蚂蚁神像 和达摩神像的角度呢 去分析 就是一个人 他的先天灵魂基 有比较特殊的人呢 有时候呢 在某一个角度 会出现没有影子 或是影子呢 是直立 这种人 他的人生 会有特殊的才华 有时候呢 会有特殊的遭遇 甚至灾难 应该呢 要多加以修复得 对于这张照片 当然我们乍看之下 我们会认为 这个黑色的部分 它是一个影子 不过如果各位观众 比较仔细地来观察的话 我想 我们可以说 它应该不是一个影子 比如说 我们看到 裤子这一个隆起的部分 在这个黑色的影像当中 它也是隆起的 那么第二就是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凹进去的 一个曲线 那么黑色的影像部分 同样的 它也是凹进去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 依照这个人物 一比一复制出来的 一个黑色的轮廓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角的地方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在比较上面的地方 它分得比较开 中间的地方分得比较 没有那么开 也就是说 人跟后面黑色的影像 它基本上 它是以角 角为一个支点 做一个往这边 偏斜的动作 那么从这两个观察 来说的话 我想我们不能够说 它是一个 黑色的不正常的 灵异现象的影子 只不过 那么究竟这个黑色轮廓 如何产生 这个我倒没有办法 做我明确的说明 因为单单从照片上来观察 我并没有办法 回溯到当时 现场的照明的状况 因此 在这边我没有办法 提出任何完整的说明 来告知 这个黑色的轮廓 是如何产生 考导专家 哎呦 那其实还是不知 很难得听到 我们摄影专家 没有办法解释 这照片的意义 真的很难得 这好像是 好像是 它的意思好像是两个 这样 这两个好像是这样子 脚是连在一起 用脚做支点 二位有什么解释吗 我看没有 绝对没有 没有 我们专家都很中肯的意见 对对对 看得出就看得出 看不出就看不出 他有情人他看不出 对啊 只是最难能可贵 好吧 这个照片不研究 听听二位谈一谈 你们经历 师弟先说 刘正宏 我要讲的是 五年前 五年前在台中 那个时候 我晚上在唱歌 那有一天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 他有一个同事 开了一家Pub 我们去捧个场 我说好 那我们就去了 那去了那个Pub之后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 因为台中很多重画区 那那个房子都是刚盖好的 然后人烟都很稀少 然后去了就觉得这个Pub感觉阴陷阴陷阴陷阴的 覺得說蠻鐵齒的 我們再去看一看 我說我先去唱歌 那你先去等我 那我那個朋友他是練鐵沙漲 平常你看他都是紅光滿面 他練鐵沙漲是捏竹子 用竹子來練鐵沙漲 他那個氣很旺 那天我唱完歌大概是十二點多 快一點了 我騎了摩托車 就到我那個帕 那是冬天 其實摩托車沒戴手套手會很冰 可是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他坐在那邊這樣傻的 沒有什麼表情 我就走過去摸他的手 冰 一摸他的手他的手比我還冰 我就問他怎麼回事 他在過了幾秒鐘他才講 他說 你知道你剛剛要進來之前 有一個東西從我旁邊跳開 就是說他進了那家Pub之後 他感覺那個地下室 因為他那個是一樓跟地下室 地下室是放一些貨物 就是當儲藏室 他一進去他感覺那個 那個地下室那個 上來那個樓梯口 有一個東西 然後沒多久那個東西 坐到他旁邊 定在那邊 幹建築的 對 那他練功的照樣講 他那個氣很旺 可是他那個時候 他說我都不敢動 他一直坐到 我要進來前五分鐘 那個東西跳開了 好 那之後他就找他師父 就叫他鐵砂掌那個師父 那個師父也是有點可以通靈 就去看那個店 那師父一進了那個Pub就直接往地下室走 那他也跟下去 他一跟下去 那個地下室樓梯這樣下去 他是面對著樓梯 他師父是面對著地下室 他一下去他覺得旁邊有個東西 可是看也沒有 然後他師父大概待個五分鐘就上來了 那我朋友就待在地下室 待個幾秒鐘 他心裡就這樣想 他說 我都沒有看過你們長什麼樣子 我想跟你做個朋友 他就這樣想而已 想完他就上去了 就一上去他們就講了 講沒多久 就講一些客套話 就準備要走 他一出去看他車子上 他摩托車上停了一隻貓 停了一隻貓 趴在那個摩托車上看著他 他想奇怪 怎麼那隻貓趴著 他就走過去他也不管 走到那個摩托車旁邊 貓還是趴在那個椅子上 走過去 然後那隻貓 他撥了 用撥的把它撥掉 那隻貓才跳開 但是跳開之後還是看著我朋友 然後 我朋友他師父就跟他講說 你家摩托車騎慢一點 我跟在你後面 就兩個人就騎著摩托車到他師父家去 他師父是拜關公的 結果我朋友一進他師父家的門 那個血壓就開始想 怎麼這樣降下去 就攤在那邊 不能動 他講說好像骨頭 突然把你抽掉那種感覺 整個這樣攤在那邊 然後他師父就說 你剛剛是不是有在地下 是做了什麼或想了什麼 或是說了什麼 他就告訴他師父 他說 現在門口有一個女的在排回 有了 他已經軟掉 他還聽到那樣 更軟 他說那怎麼辦 他說 等一下我送你回去 你回去開始打坐 開始念那個經文 他住在山上 大杜山 台中木 大杜山上 他回去他就開始打坐 那像我們假如說 把日光燈打開對不對 你眼睛閉起來 有人在前面晃會有黑影 他一打坐 眼睛一閉起來 就覺得前面有黑影 就晃來晃去 一張開沒有 他也不管 反正就打坐 到最後他覺得整個血壓陣子 他就睡覺了 就當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 跟他師父是一模一樣 有一個女的來找他 然後那個女的就看著他 一個晚上看著他 他說 他說我從來沒有被一個女人這樣 看一個晚上睡覺 哎呀那個感覺好難過 沒有隱私 你知道 那他師父是一個晚上 就跟那個女的在講說 你不能去接近他 他是我徒弟 那這個女的就跟他師父講說 可是是他主動要跟我說 要做朋友 然後 然後後來他們 又請了一個師父 也是通靈的就去了 然後師父去看 看那個地下室 然後他就跟我朋友講 他說 這地下室有兩個女的 這兩個女的 生前 就是說他們在這邊等 我跟我朋友 他知道我跟我朋友會去 那生前就說 我上一輩子有一代 就說跟那兩個女的有關係 就是 我是一個日本警察 然後我朋友是個土匪 那兩個女的 那兩個女的是好朋友 同時愛上我們兩個 然後我 我是警察嘛 那我就直接說 我發誓要抓到那個人 一直抓不到 就說我一定要抓到他 抓到我那個朋友 那那兩個女的就覺得說 他們愛上兩個死對頭 那將來結了婚之後 可能那種結果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Pub附近 有一個大駿沟 就像那個農業時代的灌溉用的 大駿沟 自殺 他就說 他們希望說自殺之後 看我能不能不要去抓他 就是放他一馬 然後那個土匪呢 不要再去打家結社 你知道嗎 那他們也知道說 之後有一天我們兩個 會再到那個地方去 他在那邊等 等了好久耶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會找我朋友 不會找我 而且他會怕我 為什麼 然後我朋友他似乎就說 嗯 你最近睡覺有沒有 不太安穩 我說 我去那個Pub前兩天會不太安穩 睡怎麼睡睡不好 就最後我 就也不知道怎麼 弄了一個姿勢 我覺得睡覺睡起來很舒服 可以一覺到天亮 那我跟他師傅講 我說我 那一陣子會習慣 把我這隻手放在這個地方 嗯 然後這個手是放在這邊 一定要一隻腳弓著 睡覺這樣睡 這很奇怪 那現在是不會 就是那一陣子我要這樣睡 很自然 對 他師傅說 你這麼兇他怎麼敢接近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這是羅漢 所以說 這件事情我知道我有兩個前世 一個是羅漢 日本警察 一個是日本警察 那我到目前為止 我知道有四個前世 就是說 有人跟我講說 我有一次是李廣 漢朝的那個李廣射箭 然後還有一次是 南洋群島的一個酋長 然後 然後我還見到我那個時候的老婆 是一個美國人 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媽媽 那她媽媽有一次就說 她媽是秀密中的 就來台灣 來看她兒子 她一看到我就哭了 那我覺得很奇怪 我想說奇怪 她只看到我怎麼會哭 而且是個美國人 從來沒有見過你 她就跟我講說 她說 你上輩子曾經是我丈夫 然後 然後我周遭 剛好那時候 有大概六七個朋友在 他說 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小孩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 我發現說 我跟我 當時在那些人認識 都是很奇怪的 就像我跟我那個朋友認識 我上輩子 我是警察 他是土匪 我們兩個認識是在餐廳 她聽我在上面常說 這個人我好討厭 長的樣子很討厭 然後我看這個人 我覺得他很討厭 兩個人就互相討厭 結果一下來 打起來 沒有打起來 他們在喝酒 她的朋友說 劉真來來來來喝酒 我說好 我說喝什麼酒 白高粱 我就一口一杯 就把他喝下去 她說 她當場就講說 嗯 我很討厭你這個人 不過你喝酒的樣子 我很喜歡 我們是這樣認識的 就是我跟那幾個人 就是很奇怪的 那種情況之下認識 所以說 那時候回想起來 我覺得 好像有這麼可能 可是雖然 雖然我那個時候 我無法去應證 只是她告訴我 所以她媽媽要回美國的時候 我就送她一個戒指 我說 我不知道我上輩子 有沒有送你戒指 但是我知道說 既然你上輩子 曾經是我太子 送你一個戒指 不過聽這些 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結果 劉真可以去演戲 很多角色都適合她 不錯 古裝什麼 越看越像日本人 對啊 王大哥 我個人是沒有碰到些什麼 但是在我周遭的 我是碰到很多事情 像我太太 我太太在今年嘛 大概有個晚上 是我朋友開車 帶她出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辦完了以後 這個從隧道 開出來的時候 要左轉 我太太就看到有一個 大概一百八十幾公分的人 沒有表情 提個公式包 站在這個雙方線的 再過來一點 大概 快到馬路中間 大概一公尺多 我太太就叫說 小心點不要撞到 我朋友想說什麼 但是那個時候要轉換 就直接就開過去 我太太是嚇死了 可是發現她沒有撞到人 這個人就不見了 那我朋友說 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個人 可是我太太她 她那種眼睛不要是怎麼搞的 就是 比較喜歡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那個 那在以前的家 晚上也是 太太在廚房炒菜 炒菜的時候發現到 就是看到有一個 十六七歲的小孩子 下來 他有一次 外甥回來 就說 朋友你回來了 這個人沒有理他 沒有理他 他就叫我小小女兒 逗逗你去看 是不是哥哥回來了 跑下去看 也沒有這個人 也沒這個人 可是當天晚上 大概也是九十點鐘 我們在客廳聊天 突然間我 我太太看到有一個 也是一百八幾公分的 走到車庫裡面去 我太太就講 哪有小偷膽子那麼大 這麼早就來偷東西 我說怎麼搞的 他說外面有一個人到車庫 我把門一開 把燈一開開 沒有這個人 那這些呢 所以就是說 這個不能去解釋 因為我自己沒有看到 所以就是 像跟我爸爸上的箱 有掉下來三次 不知道怎麼掉的 因為我們擦箱 算完以後 一定很用力 盡量不要拿倒下來 那箱有兩根是掉在地上 這分三次掉 另外一根是 直接是掉在佛桌上面 燒到一半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種事情都很悬 你不能去解釋 那我自己本身以前在 服兵役的時候 我有住到醫院 因為身體不舒服 那你知道 這個醫院的這個床 幾乎每一張床 大概 可能都有幾十個人 在這上面 被抬走了 那你常常 我睡在那邊 我記得很清楚 那天晚上幾點鐘 我是不知道 大家通通都睡著 護理站的燈都還亮的 我是覺得心裡很悶的 然後我手腳開始不能動 不能動 我眼睛有張開 我看也沒人壓到我 可是是不能動啊 我就叫 我看到護理燈 那個護理燈 那個燈是亮的 我叫救命啊 救命啊 很大聲叫 沒人理我 沒人理我 然後最後是強忍著 把眼睛閉起來 睡著著 第二天起來 我問我隔壁的病床 對面的病床 問我有沒有叫救命 沒有 沒人聽到 可是我很清楚的 知道我自己有心的 這夢境裡面 可能不知道是哪個使館長 比較喜歡我了 但是看不到 那再來就是我媽媽 我媽在年輕的時候 大陸上 冬天在烤火 大家烤炭火 她烤到一半 突然間就看到她一個 以前的同學 從家門口走過去 她就叫她名字 她同學沒有理她 奇怪 怎麼會出現在家門口呢 而且不太大 這個四川很大 我媽住在這個縣 她同學住那個縣很遠 隔幾天收到一封信 她同學就是那一天 烤火被燒死掉 就是那個 他們穿的那個毛 毛大衣啊 一燒起來 根本截不掉 扣子太多嘛 火火燒死 這個也是個現象 我還有在台東 我一個很好的一個老弟啊 就很奇怪 這個人叫去世以前啊 前一個禮拜 滿嘴胡說八道 滿嘴胡說八道 這是我親生跟我講 大哥我告訴你 我最近不要怎麼搞的 我很不順啊 我知道有一個女的 一直追了我很久 從以前追到現在 她有托夢都跟我講過 叫我一定要跟她結婚 我說你們胡說八道 些什麼東西啊 結果大概不到一個禮拜之內 她墊魚啊 把自己給墊死掉 那這個 她死了以後 更奇怪的事情就是說 她墊來的魚 擺到魚池裡面 那些魚全部死光 這個也不能解釋 那是活的嗎 活的魚 然後墊來的魚 就是她死了沒多久 這個魚通通死光光 然後還有在七十年初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兩個在睡覺 因為我們燈都關掉了 嘩 睡睡睡 我就感覺到 有個小孩子在床前面這樣 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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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想說怎麼搞的呢 我眼睛又不敢張開 感覺到就是有 感覺到 然後我把眼睛張開一點點 就看著一個小孩子在晃晃 看到 看到 那你還是看得到 看到 結果 我叫我太太起來 我們兩個 一叫一聲那個小孩子 一叫一聲 原來是我女兒啊 她睡不著 想得到我們的同情 在床前面這樣晃晃晃 講完了 我發現王大哥 其實膽膽滿小的 真的 不是 很多人都這樣 以前你走夜路 你絕對是這樣 你如果不敢看那地方 你眼睛都張開 鴕鳥心態嘛 對 看那個恐怖電影 就這樣看 還好是我女兒 嚇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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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那後面那個 你不會碰到什麼 你不會有事 謝謝兩位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